為何你不用市場上充行的辦法呢 這個填封量就等於石屋地面的填封量 你勉強 哇 其實它的供價也是不菲的 是啊 用填封來計算這個供價是不菲的 我們報了一個價格上去 我們會適當地按住業主 不可以不計成本的加了加了加了 否則又要加錢 這麼多的樓盤這麼多的區域 究竟要怎樣選擇呢 真是很煩惱 但是我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需求 那麼在合適的區域裏面 我們就一定要慢慢了解 慢慢去選擇了 所以容易工作室推出了零壓力的體樓服務 定制化的體樓路線一對一 帶你去了解周邊培圖 幫你選擇到心水的單位 玩具生活知道多些 HERRY告訴你 2024 超容易 這樣和HERRY開箱我們一間屋 而且這位是三鄉的老隊員 這邊是三鄉的錦盛 沒錯 那錦盛這隻護盈 其實我們做有不下四個 做了三個單位 這是第三個 這隻護盈 我們做多三個 那這個護盈有甚麼不同的特點 其實之前也特意介紹過錦盛盛的這個護盈 馬不對樓客飯廳居宗 前端就是兩個房間加一個公位 後端就是一個套位加一個房間 這樣的結構 這個單位其實也挺有特色的 對呀 因為我走過來 其實我覺得不像你以前的風格 是的 所以特別想問一下你這間屋有甚麼故事 以及如果命名它 你用一個甚麼主題去送給這間屋 這間屋就是我們命名為理想中的家 理想中的家 當然說理想是業主的理想中 其實我們在談的途中和施工的途中 所花費的時間是比較長一點的 因為這種是屬於業主的命題作文 甚麼叫做命題 即是等於它有很多很具體的相片 例如我看小紅書好 我看哪裏的雜誌好 我看甚麼好 我覺得這個我以後的家 夢想的家可能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就把相片訂給你 沒錯 我們現在觀眾朋友看到的 這些都是當時訂過來的相片 應該說是在相片中提取了原素 我想問第二個問題 在開始拍這段影片之前 就是我相信這種屬於一種類型的客戶 即是有很具體的要求 相片、樣貌 還有一種可能對房子 我沒有太多裝修的概念 我們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是比較有明確的概念 就像這間夢想中的家 有一種是沒有那麼有明確的概念 大家一起去協商 那哪一種比較有明確的概念 其實也沒有絕對說哪一種好做 大概率是這一種是比較難做一點的 即是這種具體的要求 是的 具體的要求是看你要求到的部份多不多 那可能這個業主 他細節到收口位置都有一定的需求的話 他當然是難做一點的 那我只是訂一兩張相片過來 我說差不多這種感覺 那當然都是好做的 那沒有概念的客戶 然後又分到極端的兩個 那我比什麼都好都好 都是比較好做的 但是因為完全沒有概念 我們給無數的方案都說 好像不是我想像的 這個又不行 那個又不是很對的 可能會這樣 所以逝時是無絕對的 裝修這件事也無絕對的 很壞之分 但是相信最終 都是我們業主和Harry 或者我們其他設計師 大家提協商 走到某一個具體的位置去 一定是這個過程 只不過一開始的起點 大家的想法有很多不同 那這間屋就開始想法有很多 然後我們都盡了極大的努力 去實現它 是的 一般都是這樣強烈的 都可以帶回我的個人色彩 所有的線條 一定有自己的堅持 亦都配合好用 和嚴主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起聽Harry說一下 這間屋 我們碰撞得比較厲害的 夢想搬運工 如何將它 夢想搬到現實屋 我們都是按順序 我們門口的位置 大家都會留意到 其實這個位置我們是打開了 這是其中一間房間 門口打開了 即這個位置打開了之後 我們就直接變成了一個偏廳位 鞋櫃區域就集中在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圓關和偏廳的位置 以後業主還會添置一張小丹二 在這個位置 因為業主對這間屋 夢想中的家 肯定要精益求精 而小丹二還未挑選軟 其實你留空間讓業主自己選擇是重要的 是的 而且我看到這個圖片後 我覺得對於很多做定制的朋友來說 我打開了這個偏廳不單是大 是多了一個很漂亮的顏色面 讓你去把你想要漂亮的顏色面放在這裏 而這個櫃應該是近段時間 我看到比較靚仔的一個櫃 是的 這種是屬於新的嘗試 對於我來說 其他公司肯定有做過 我們就會找我們自己 對應我們的供應商 去做這款的櫃出來 其實是一定難度的 這幅圖也是業主想要這個風格 我就找了這幅圖的櫃 我告訴他們我可以做到這款櫃 要不要嘗試 因為這房子是一種雲搭風 這個位置的櫃我們用了骨落扇櫃 這個叫做骨落扇櫃 是的 我可以記下它 骨落扇櫃都分幾種 我們這種是用免漆板做骨落門的形式去做 這種做法多不多?先問 這種做法是用免漆板來做 免漆板來做市面上是不多的 因為它對於免漆板的封邊 這條是凸出的封邊位 它不是平面位 免漆板是分為封邊條 免料兩種料 這叫做免漆板 對 免漆板的平面料和封邊料 很多板材有時是對不到一定一模一樣的色 色差一定會在 所以我們要做這個要做小樣 對過 效果可以才會再用 這個時候有另一個問題 為何你不用市場上通行的辦法呢? 市場上最通行用的其實是 我們叫做複膜板 這些完全沒有縫 就是比較漂亮 這種是因為它的財質 它的心裁達不到我們的要求 所以我們沒有入場去做的 在我這邊做櫃 我們有自己一個小節 即是質量不過關 環保性能和內容度不過關 在我這邊做櫃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堅持 就是我們的板材 入場的標準 一定是E0級以上的多層板 入場標準 小量搭配歐松板的形式去做定制 所有的板材都是E0級 甚至ENF級的板材 我們大多數是ENF級為主 這是甲醛的指標 首先要對身體無害 之前那種腹膜板 裡面有很多孔孔 辣辣 容易有味 腹膜板 因為它是要櫃的門板 拌線條 拌完造型 之後再腹塊膜上去 一體成形 就是表面的膜成形 所以那隻板 它注定只能用高密度板 科特板 這些板材去做 或者我們再筆計成本 要用實木板 當然是可以的 實木貼皮 就是第二個做法 價錢 價錢很高 所以腹膜的價錢是低的 還會比這些便宜很多 但只能有紳士的外觀效果 它的味道真的比較大 我能否這樣總結呢 即是開始業主想要這種形式的東西 是的 但如果照樣做 其實質量差 我們已經禁止了 是的 當然第二個方案 就是可以用實木貼皮來做 實木貼皮 實木貼皮 都可以做得到這樣的樣子 更加漂亮 更加生動 但是價錢 可能一個雙倍都不止 是的 它價錢一個雙倍為 一個雙倍 另外有一件事 我們盡量少用實木貼皮 我們整個產品的對比 和財質的優劣 我都發了一個文件 給業主看 他自己選擇 最終都是選擇用穩定性 穩定性最強的練習版 實木貼 也不穩定 所以我們也不推崇 但是業主的夢想還在 我還是想要這樣的樣子 所以就想各種辦法 去幫他實現 用鐵邊的辦法 來做到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我為何和Henry溝通 是一個很實在的人 就是他會想各種能夠 實現得到的辦法 幫大家去實現這件事情 當然 做這些軌 如果沒有一些功力的公司去做 其實是很難做出來的 因為他用的門教 因為門後不同 所有的門教 其實都是要特殊一點 教都不同 因為他打開扇門的厚度不同 有些位置 廚房裡就體現得更加明顯 還有就是做這種櫃 就是要特顯乾淨配色 桌面的石影石 我們特意用了兩公分厚的石影石 配上背板銅色去處理 你看不出這是木板 但這裏是石影石 專門要調到同樣顏色 那你一起做石影石是嗎 當然是成本不允許 全部石影石的話就太奢侈了 這個石影石我們特意運了 瓦面 質感和木板 基本差不多 所以看上去就整體感 整體感 好美 既然是業主的夢想 也是堅持 所以最終出來了 感謝業主的支持 當然這個空間 我們還看到這些都是業主的夢想部分 是的 這個登據我們都放了長時間 才最後選購回來 都是業主自己選擇的 當然我們提供了部分登據 這些登據都是業主最後精挑細選 因為這幾個頂 以及一開始做方案溝通時 特意留空 就是跟業主商量留幾個吊燈位出來 他說喜歡吊燈 所以我們留了四盞吊燈位出來 以後隨著心情的不同 就可以隨時更換吊燈 因為每個人對鞋子的想法 有些位置可能是很具體的 所以通過這些位置我們來實驗 還有來到這個位置 不如說一下地板 因為這個地板通舖 我們很少用到這樣的磚來通舖 這個規格常用 這個花紋少用 這個花紋 規格只是1.2.0.6米 這是正常的規格 長條磚 它的花紋是魚骨紋的花紋 魚骨紋的花紋 我們按照了最基礎的原版 不做切割鋪下去 之前我們在Fabby拍視頻時 也有魚骨紋 因為它的範圍比較細 它只是做一個偏輕 所以它就不計成本切割 切了一個尖角來拼覆 觀眾朋友我們指著這裡 可以解釋得清楚一點 你可以看到這些位置 它未必拼得這麼百分之一百 是的 其實這塊磚拿去工廠加工 切割成一個V形位置 之後兩塊去對接 就可以完美 可以完美一點 縫位是V形的 不是十字縫 但是成本上要… 是的 因為這塊是通舖的 所以要考慮整體成本 它不是一個小範圍鋪貼 我們叫做小範圍鋪貼 我們就可以不計成本去處理 因為數量有限 這塊磚是做全屋通舖的 我們是想用這個元素通進房間 因為每間房間 還有另外有不同的主題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貫穿的地面 所以在綜合考慮之下 我們用了停舖的形式 就沒有做額外的加工 因為你的成本是一個裝修項目裡 不可以不計成本去做一件事 其實也有一個小原因 我們報了一個價格 我們會適當地按住業主 不可以不計成本 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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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然大家又要加錢 所以說清楚 就算涉及到一個小的鋪貼 涉及到價錢也差不少 是的 既然說到有不同的房間 有不同的氣氛 我們先看看房間 其實進來第一個是洗手間 OK 我們入門位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大磚通鋪 在這面場我們鋪了大磚 保持一貫作風 大磚會容易處理衛生 之後這邊是做了一個比較簡潔的洗手間 簡潔的地方在於我訂了一個吊 給業主需要一個特色牆 所以我們建了一個比較簡單的這邊的大磚 加上復古門 之後這個長身的磚 和業主磚本是一些磁磚店挑選 這種是做什麼磚? 這種叫做手工磚 手工磚好像有點凹凸 之前也是感成有一個單位做過的 在廚房那裡好像 是,廚房是綠色的版本 這次選擇了兩款手工磚 一款是深一點的綠色,一款是藍色 其中它將這款藍色安排在公共洗手間 它的鋪貼工藝是否不同? 鋪貼工藝是不同的 這些磚是因為池磚 就像以前那些傳統一樣需要泡水 泡水之後就不用鋪貼 它的工藝是傳統一點的 這些大磚工藝是用磚磚膠貼的 完全是兩種工藝 做完之後,這個常規是用水泥填縫的 實際上為了性能好一點 我們都是用了牙缸的美縫劑填縫 這個是美縫來的? 是的,也是美縫劑,我們叫做膠料 有很多條縫在這裡 是的 這個填縫量就等於石屋地面的填縫量 其實它的價錢,即是工價 可能今天也是不菲的 是的,按填縫來計,這個工價是不菲的 所以你見到要有這樣的效果出來 它一定不… 我要一面這樣長的,它不是成就寂寞的 它有很多的東西 影響到它的材質鋪貼的工藝 鋪貼所用的材料都會多很多 還有材料的品質都有不同的要求 我們填縫方面也有自己堅持 就是洗手間也必須用美縫劑填縫 不會因為磚困難填縫 而最後用水泥粉 即是你出來黑色就不漂亮了 用白色水泥膏去填 正常來說就是這樣做 但實際我們直接用美縫劑填下去 OK 我問問,如果真的用美縫劑填就會脫出來 其實它沒有那麼耐水 第一,第二就是顏色塑下去比較慢清潔 所以你真的可以永遠都相信Harry 就是他會從實用和英俊的角度 跟你去做考慮 而且這些細節位,我覺得業主在這間屋裡有很多 你看這些業主指定 所以我們稱之為夢想中的間 在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有一個小陰箱 好像我們用的樣板間一樣 還有這是一個洗手間 有一個超級瑪利歐的水管工 這個食人花 所以每些細節位 包括金屬的把手 全部是業主有很具體的想法 我們稍後會逐個位跟大家去做展示 這間屋還有很多很精彩的地方 今天這個影片 我們會分成上下兩期跟大家去做分享 每個房間的特點 和其他出色的位置 再細細跟你說 關注我們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期和你分享更多關於這間屋的精彩細節 灣區生活知道多些 容易告訴你 移居回來灣區 肯定會有方方面面需要考慮 例如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們究竟要怎麼辦 我們容易工作室 會從飲飲食植到各方面生活的提示 都會還原最真實的狀況給大家 而且還會邀請居住灣區的嘉賓 真實地分享所有的生活給你們 了解清楚再做選擇 一點都不像 這麼多的樓盤 這麼多的區域 究竟要怎樣選擇呢 真是很煩惱 但是我們相信 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需求 在合適的區域裡 我們一定要慢慢了解 慢慢去選擇 所以容易工作室推出了 零壓力的看樓服務 定制化的看樓路線 一對一 帶你去了解周邊陪圖 幫你選擇 心髓的單位 入住新居肯定是人生大喜事 容易有Herry、Francis、Freddy、Mambo 和Sherry的 裝修這麼大件事 肯定是要做得放心 交付有保證 容易頻道每個星期 至少都會有兩個裝修落地案例分享 每一份案例 都是一份交付的信心和保證 這麼多案例 都是實實在在看得到的 放心交給容易 起營新居入伙 找容易輕鬆一點 從了解本地生活 到買樓、裝修、拿包入住 因為容易好實在 所以實在好容易 我們很有信心 給你滿意的全程體驗 馬上連繫我們 開啟你值得期待的 玩他新生活